以前小時候去雜貨店當然開心 雜貨店買東西,有糖果、餅、雪條,當然開心 但因為我另外有一個地方很懷念,就是街市 為什麼呢?因為我小時候,小學時曾經試過 有一段時間是我煮了全家人的飯 於是我就負責去買菜,因為可以打斧頭 爸爸准的,於是就可以賺到錢 所以很開心,就經常去街市買菜,買魚,買肉 都習慣了 今天你看到香港的街市的情況,就非常非常令人惋惜 為什麼呢?逐個逐個街市,好像都要倒閉 為什麼呢?北上買菜,就殺絕了街市 政府是不是在摧毀街市呢? 因為如果它減租,很多議員就說 喂,減租我可以生存了,人家 政府是來的嘛,街市很多,你減租吧,老闆 為什麼政府不肯減租呢? 誰要消滅街市呢? 街市未來的情況是怎樣呢? 這條片就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對街市都是有興趣的 你經常有空無事,走到街市買東西 你就去想一下,以後香港還有沒有街市 街市的形式會不會轉變呢? 這條片就跟你說一下 北上消費的熱潮,當然是打擊本港的零售業 有北區的居民就說,自從通關之後 每個星期都會去深圳買菜吃飯 至於香港的超市,每個月可以一次算數 有些居民甚至表示,目測到超市的人流 比以前減了起碼兩成 你說白雞胃胸,老闆都有很多損失了 那些人都回去大陸找東西吃,買東西吃 哎呀,香港的零售不行了 粉嶺的華明川街市 就陸陸陸陸陸陸,大家看到有很多空置的檔位 但是粉嶺很近,北區這個近大陸的地方 當然是很容易,大家的居民就說 喊一聲,十多分鐘就回到深圳了 洗鬼在那裡買什麼 很多街市的檔口就貼出一個招租廣告 他們就原本是賣水果、燒蠟或者熟食的 不知道租鬼的檔位 死了,還有些租期未完,這樣就慘了 有些人住在新界區的 就說,我每個星期都在深圳買菜和吃飯 但是一個月才去香港的超市一次 死不死 他說香港物價太貴了 現在有一個對比之下,香港物價太貴了 以前就說,哎呀,超市便宜了 比那些雜貨店還便宜了 現在更便宜了 因為有北上,有大陸的對比 就會發覺,哎呀,香港貴了 便宜那些我買那些 不便宜那些我回來香港買 當然是這樣的 一個月就去一次,香港的超市算了 物價這麼貴 牛肉來說,深圳50元一斤 雖然是人民幣 但是香港200元一斤 哇,真是離譜了 差了三倍價錢 當然,中間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情況 但是沒有理會這麼多 人民就這麼簡單 市民就說,喂大哥,50元人民幣 不就是55元左右港幣 200元,曬鬼氣,沒得鬥 我買回來,搶一搶它,嘩,挺好吃的 喂,喂,不行,生肉不過得慣 理你了,沒人拘捕 這樣於是乎大家就隨便戴,挺開心的 今天打火鍋了,一來就給我戴 不是吧,我去深圳吃 一養,於是乎香港的街市,就這樣 好了,黃先生有一位就說 雖然肉類都要煮熟才帶回來比較方便 但是,鮮雞都可以的 其實總之,相對來說 深圳的物價真是便宜很多 我們頂不住,沒可能不買 魚頭,香港48元一斤 深圳15元而已,大哥 三分之一都沒有,你真是死得了,是不是 很多老人家,就會十點多就去的 還喝了一杯茶,挺開心的 喝到好茶,又有好的點心吃 直徵的,大哥 不像那些道香那些,哎呀 難吃到像香吐膠一樣 然後開開心心,就去買菜 搭兩元車回來香港 你就催他不漲了 來回四元雞,喝一餐茶 三十元,二十多元,都可以 然後買菜,賺回那塊錢,有好處 他認為內地的餐廳服務比較好 食物又不錯,同時就可以了 他們很想我們香港人去光顧 所以服務很好的 去街市,人多好,嘴頭又是說廣東話的 於是大家很開心,傾在一起 這樣越來越多人,拖男帶女 我們就去深圳買菜,接著香港的街市就靜過鬼 好像這幅圖那樣,你看看這幅圖那樣 真是街市靜過鬼,阿謀走去租你嗎? 是不是?就算租得到,到了合約,我不滿了 拜拜 香港居民北上,這個消費 除了整天都談話,飲飲食食之外 近日已經大規模地入侵了這些街市的領域 因為飲食業一樣,即深圳的租金和人工 都是比香港便宜了一大截 於是,很自然他們賣的東西,送菜,肉類,豬兒廚類 都便宜過你香港,而且你香港有什麼賣? 我們又賣回那樣東西,拿不到貨源嗎? 你猜,有沒有錢?什麼都拿到 便宜過你,當中港的陸路交通越來越完善 十多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哪裡都買到 所以香港居民更加方便,來來回回 大家拖著一輛車仔,去買菜了 這樣在元朗又過了去深圳 於是大家都不停地去那邊的街市買 香港的街市當然怕呼應,有用嗎? 很自然會利用這些北上方便的機會 總之減輕了日常的開支 這個最重要,買菜當然是最直接的省錢方法 於是香港一大堆在不同位置的街市 當然是不停地發現了一個吉舖又一個吉舖 又是不停地有很多的店舖結業 截至到這個年中的時間,大家看到 哇,越來越多店舖,搞不定 這樣搞下去,真是一路越來越多 這些情況出現,怎樣搞呢? 有些在做乾貨的電腦維修還可以做的 為什麼呢?因為有很多學生,他買一些PC 經常都中毒的,上網上去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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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生意做,但當然不多了 好了,他說現在其實在疫情之前 已經開始不行了 後來疫情發生了房屋處就說 哎呀,那你交25%的租金就可以了 那現在就說要回復以前的租金 那當然是不行的 如果你交25%,那還可以撐住 糟了,現在又不減租,回到疫情的錢 於是大家都撐不住了 有很多,還要什麼呢? 為了頂住這個租金,他就會出去搞多一份工作 就是可能做水電,諸如此類的事情 這樣才可以頂得住,哇,總之頂完這個合約就走了 這樣就完了算了,當是輸了錢 所以你要知道,整個街市,風聲鶴淚 全部人都是不行的 總之在九龍,新界這邊,尤其是新界 太容易了,過去深圳 於是大家都要拜拜了 其實就算遠一點的話 老人家不介意時間長一點的話 都沒有所謂了,都是兩元而已 兩元,兩元是不是? 尤其是在九龍,在新界,在香港 兩元過去了這個大陸 那就OK了,離得他了 好了,他說在海麗村這些地方 很欠缺街市的配套 街坊又要買日用品,很麻煩 不要緊啦 街市,深圳有 於是大家看到商場 慢慢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那就過了深圳 吸納了你的東西 對不對? 增強中港的快捷方便交流 這個是中央設定了的不變的政策 沒有可能有香港人可以移動到這個政策 中央很想香港人快點快點變成大陸人 你就去大陸吃東西 是不是? 然後去大陸玩,唱卡拉OK 每天都有大陸去買菜 然後中央就很開心見到這些事情 大家樂見香港人,慢慢變成大陸人 那就正了,這個是中央的宗旨 好了,目標是這樣的 於是香港政府會不會去拯救那些 就是每一區啊 這些已經是在塌下來的街市的當犯呢? 我跟你說 就是你想他們來減便宜 那就是等於什麼? 就是等於呢 叫那些收了回來的稅錢 市民的稅 就去分發給這些街市的人 那我就問一下一個問題 喂,既然你要救得這些街市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餐廳 食肆,快餐店 諸如此類茶餐廳 都是被他搶生意啊 這樣 那就是說 都要救了 對不對? 零售都要救了 接著就家私都要救了 網購都是這樣 那就死定了 全香港所有的東西都要補貼 那就真是浪費了 所以我跟你說 政府百分之一百不會救這些街市 減租 提高以減的 都叫回應一下你就算數 因為為什麼? 你死不由你死了 是啊,這個是時代的改變 所以那些議員說來說去說來說去 是沒有用的 政府是不會理你的 為什麼? 他不會改變這件事 扭轉不了的 這個是中央的宗旨 一定要香港人 融合這個的中國 你多些去就好了 你總之哪些便宜 買哪些 那就好了 那麼 首先呢 從大局設想 如果 因為政府減租 令到部分的街市商會 可以生存下去 那就是一種另類的補貼 剛才說了 是不行的 這個壞 他又不行 他又補貼 他又補貼 那就糟了 香港政府變成補貼王 如果我們從中央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更愚蠢 你看看 一班香港的街市 以前賺了很多錢 對不對 以前的年代 哇 盆滿盆滿的 你看看九龍街市那些人 九龍城街市那些 很有錢的 哇 糟了 現在不行的 又要補貼他 哇 你不是負貼嗎 什麼都靠政府 你就想了 好了 就算說一句說話 現在我不行的 我要拿中援 喂 你都很好的 你不行拿中援 整皮的東西 如果一家有三四口 四口左右 你有萬多元 哇 大哥你看看 我救你 就搞死深圳那些店舖 死了 深圳街市那些人 哇 大哥你想想 他們如果不行 你問他有沒有三千元 兩千元 就是他中援 當然沒有 於是兩個地方 喂 很不公平 大家看中國人 喂 深圳那些很知識其力 不行的話 他自己就搞定 你香港不是啊 不行就運政府 這樣很不公平的 所以中央政府的角度都是 你們自己競爭 誰搞定就是了 自己競爭 當然是香港死了 還是香港 離家離科家 運費 接著租金 人工全部都高 那一定是香港死了 那些街市 所以香港的街市 將會逐點逐點 這樣倒下去 沒有辦法的了 更是綁不了 救不了 這樣 這些香港不能夠 成為受保護的動物 大家自由競爭就算了 好了 新界北粉嶺 這個皇后山村 已經見到很多很多店舖 因為太近太容易上這個深圳 所以呢 大家看到 就是無論這些 就是賣肉啊 賣菜的搞不定 甚至乎 因為那個牆太刺了 現在有很多年 那些洗衣店啊 那些小食店 都頂不住 要倒閉了 那些人說 深圳便宜一半了 真的十分多 十幾分鐘車程就搞定了 要不要再在香港 這些地方 就買這些東西 買這些服務 不用了 有些人甚至乎 那些團購 哎呀 可以那些東西送到 賣來 哎呀 多方便 所以呢 王后山呢 很多人呢 走去網購啊 這些大陸菜啊 肉啊 即是去到王后山 就交收了 那些街市 越近深圳 肯定市民不想買送的 醫院就越大了 那樣 街市當口倒閉的機會 那當然就是這麼大了 那樣 很明顯呢 政府是絕對沒有意思 拯救這一班的 老人家 因為做得街市的 都是五十多歲以上的 四十幾歲的 都年輕很少的 由得他們 給深圳 就是買菜 就是網購 就是網購 這一樣東西 去買送的 在深圳買送 買網購 去儲態他了 那這樣呢 香港以後呢 那就是會不會 沒有了街市啊 會不會這樣啊 我們認為呢 街市呢 始終有它 存在的價值的 但是 現在這個模式呢 就不可以了 就是必須有些改變 改變改變成怎樣啊 劉先生 我就說呢 未來的街市 將會作出 整體的變化的 首先呢 什麼變化呢 就是呢 你所佔的地方 要縮小 現在的街市太大了 什麼都可以賣 又乾貨又濕貨 又魚又什麼 又幾檔什麼 這些 不用這麼吵架 以後的話 就是一檔 豬肉檔 牛肉檔 甚至乎二合為一 就是那些 賣雞的 盡量都不要賣那些什麼 生雞啦 如果是雪的話 就另外一檔 賣雪野啦 豬扒牛扒 那些東西 現在很多這些東西 然後可能 做多一檔 做賣菜檔 連生果 那些東西 總之呢 十檔八檔搞定了 接著呢 你那些乾貨 不要吵架啦 有關於乾貨 不是即食的那些 罐頭啊 或者什麼 那些東西 不要啦 全部你就去超市搞定啦 然後重要啊 你有時候網購搞得嘛 那些人不明白的 那就說 那街市這樣變化 這麼小怎麼做呢 有了 怎麼做呢 他們慢慢可以做得專業些 好像外國那樣呢 你其實不是要做便宜的 因為你不應該跟超市鬥便宜 或者是跟深圳的北上鬥便宜 你做專業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以後那些年輕人 會比較 有些特別想吃好一點的東西 就好像英國啊 或者外國都是 找過那些 butcher 你切肉 豬肉 牛肉 你就是這樣 你專門做一檔 我就可以做得專業 就贏你了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人而已 是不是先 不難了 你專門劏豬 一人劏一兩隻 就是這樣啦 就這麼多了 那跟你專門 就是給你那班特別的客人 這樣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覺得未來這個街市會這樣 它不會再鬥便宜的 鬥便宜是沒得做的 一定要做得很精的 很特別的 諸如此的東西 就是我給你的超級市場 那些更特別的 那你就有得做了 因為你其他的東西 你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訓練到一個 這些鮮肉的廚師出來 當然有些人可以把廚師 跟他合作 放進去超級市場 這是另一回事 但我相信 這個應該會更加精銳的 就是很簡單 你賣水果 你賣一些比較特別的 就是不要只是買便宜 你只是買便宜 就是跟深圳去鬥 跟這個超級市場去鬥 你沒得鬥 那你唯有就是做些另外的 另類的 還有做 就是 集一些多一些的東西 於是你就勉勉強強 可以生存到 你原本現在是100檔的 變成10檔 那就容易生存 因為你的顧客量不夠 但是其實還有一定的銷售 那你就可以 解決了你的方法 就是這個問題 我相信 其他街市 慢慢都會跟著這個 那麼這個街市 純粹是作為一種補充 其他超市 或者是網購 帶不到的東西 那你連去北上 你都買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深圳呢 你不要相信 那些比較特別的肉 你做得漂亮這些東西 那就可以有機會生存下去 我相信會向這個方向發展 你反而做更便宜的 做不到 很難做 就是這個 你超市始終它拿貨拿大兩 它會贏你 但是你這些呢 就是做服務 還有做你的專業知識 這樣可能會好些 其實街市一直在轉變功能 就是你以前可以看到 除了濕貨之外 就像我們以前去九龍城街市 那樣的東西 就是你現在看到九龍城街市 雖然說要拆 但是已經是新街市 對我們來說 以前只有一層 是啊 我記得我們沒得上第二層 那樣的東西 那樣的東西 就是以前還蠟雜的 那樣的東西 是啊 我們就是 不過已經習慣了 那好啦 那以前就 那現在就 你改了之後 其實後面那一堆 都是賣乾貨的 對不對 或者二樓那些 其實沒有什麼人走的 真的整天都不見 兩三個客人 那樣的東西 因為呢 你賣完那些什麼 元寶蠟燭啊 三寶蠅這些 碗碟碟 賣衣賣� 你又鬼人要嗎 不知道現在 你都要淘寶算 對不對 浪費鬼氣 所以這些乾貨 一直一直被淘汰 不行 剩下賣濕貨 賣新鮮的那些貨品 那你其他賣乾貨的 真的給了網購 那些東西 全部都淘汰了 所以你知道 街市本身 就算沒有這個 北上買菜 其實都是被淘汰之中 所以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時代的 慢慢的巨龍去滾 然後慢慢就有些東西改變 就是這樣 我覺得在街市裡 你只要去到專業一點 你就可以有機會生存 唯有這個方法 可以跟超級市場 整體那些有個變化 有個不同 不要買同樣的東西 否則真的沒得做 好了 從你以前的 就是說我去街市 專門買一些低廉的東西 以後呢 很小的街市 於是乎 你就可以買到很特別的東西 這樣呢 它就可以這樣認識生存 我相信呢 這個用來去補充 這個超級市場 北上消費和網購 中間的位是可以的 但是當然會大量的 原本是靠街市賺錢的人 就不會有生存的空間 會一路一路少 都老了年老了 沒有所謂 都慢慢退休 除了街市之外呢 其實有一大堆的服務 在過去的那些時間 都慢慢 其實大家都北上 就是你聽到啦 就是專門教你去弄一下 那樣的東西 其他慢慢的一些服務業 都會 比如說我太太以前都會這樣 就是 整頭髮啊 染髮 因為他們很仔細的 用很長時間 願意去跟你做 於是那些是手工的東西 他們就贏你 例如跟你做一下髮型 等等的東西 那現在真的做得很好啊 國內那些 就算我們以前都說 去普通的食炒 去廣州吃個炒飯 就是他們有很大的鍛鍊 用很長時間去炒的 真的不同 每一次吃個炒飯 真的在香港吃不到的 所以炒得很漂亮 所以這些東西 要人工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去鬥 那再過些是怎樣的 我認為清洗衣服的 是啊 再拿過來很容易 學一下樂理啊 彈一下結他啊 學音樂啊 學彈琴啊 在香港啊 跪到死 直到那裡 再遲些是什麼 現在還有些是什麼 就是教律打語無求 哎呀不是啦 犯甚鎮啊 因為怎樣 便宜啊 那你學生習慣了 哎呀過去而已 沒什麼所謂 看你多大 要你中學這樣 直接過去 那就可以了 方便很多了 便宜很多 最重要 只要這個星期 不是去一兩次而已 那就可以了 所以這些東西 慢慢慢慢 香港人就會接受 慢慢就會移植 去深圳那裡 是啊 那整體的零售 香港就會怎樣 不斷萎縮 這些是絕對 改變不到的趨勢 這個香港呢 就是這樣 慢慢慢慢 將它所有的東西 一大堆的服務業 搬過去大陸 好了 那香港呢 就不要緊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 戰後出生的那一班 都已經長大老了 其實後面的人口越來越少 那就是 你一直都是很多人 退休的 那只不過是早一點 當然啦 如果你現在還是四十多歲 那時候 辛苦一點 很老實 那份工作 要穩定就OK的 如果你三、四十歲 那是麻煩一點的 如果你還是做一些 基層的工作 而不是做一些很專業的 那當然如果專業的話 最好你就轉去政府工 那就簡單一點 是啊 又舒服 跟著又身高良準 是不是 不用怕被人淘汰 那除了街市之外 剛才說了一大堆的這些服務業 慢慢都會轉移去深圳 那香港傳統的街市 幾十年之前 就已經經過了超級市場的勢力 我們小時候看著的 即是噴一去到 街市已經受到衝擊了 有一大堆在街市外面的攤販 就掛了 在街市裡面的 還可以生存到 那外面的真是無量 被超級市場的掃低了 那接著呢 就到網購 和現在的北上買菜了 所以呢 時代巨龍就是這樣 將舊的行業 一路一路摧毀 和改變街市的面貌 以後我們就沒有大型街市 以後小時候 不知道大型街市是甚麼 不會的 上深圳就看到了 以後 204647 其實都是深港一家親 用在一起 那邊界會拿起的 於是現在 讓你慢慢習慣 就好了 好了 記住 點贈和subscribe 希望你會 轉載給你的朋友 轉送給他們 OK 拜拜